我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原来不老 红娘小妮 叫我小妮就行 张姐姐62岁 丧偶 白城市材料厂退休 退休金2000元 住房面积70平米 这42都多年了 多年了 最少就有20年了 最后多年了 最后得有 最少得有15年了 最少买的 最少得有10年了 10年 咱啥也买下来 张大哥如今穿的 每件衣服 都是十多年前买的 这些年 他几乎很少添置新衣 之所以会如此节俭 原因还得从妻子的过世说起 他买了以后 钱就是算算 张皮肤都傻了 我还心都没份 张大哥告诉我们 妻子在怀孕那年 被查出了患有 先天性风湿性心脏病 这些年为了给妻子看病 家里的积蓄 掏空了 亲戚朋友也都接了个遍 实际上那都是小钱 他那不行的话 就得进一院 打那叫一种 那时候那镜头要我们 叫十二 那一直要好像一千多 二年来 张大哥说 自己怎么可能不累呀 但既然两个人结为夫妻 那不管生老病死 自己都必须得负责到底 小川太说了 他说这也支不了 就别花钱了 支啊 干嘛我要死了 那时候的张大哥每个月只有四五十块钱的工资 在巨额的医药费面前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为了能多挣些钱 张大哥从当时工作的材料厂出来做起了小生意 那时候的他卖过鞋 杀过猪 捣腾过菜 也开过饭店 所有能想到了挣钱买卖几乎全都干过 尽管张大哥已经足够努力了 但每每想起妻子病痛时的模样 他就会责备自己 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好 倒不下去都倒了什么的气 对啊 就给那个背后 跌下了枕头落下来完成 就跟着 我们家人 连我妈说话都是特别亲 就是都他定他运气 孩子一整 家人一整来了 我妈喊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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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什么 他别闻 出来都不在人家 出来都不打手 打手说话啥 他心脏不好啊 尽管已经竭尽所能 但张大哥最后 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命 相伴走过了16个年头后 妻子还是永远的离开了他们 我娘一回家 下半一推门 我传门一瞅六倍 心就好像回家 就妈心 就可能 就心 钱那么花了 还能换回 二正的是不是 十年不行 二十年 那慢慢正活 妻子走了 张大哥的心也空了 人活着 起码回家还有个笨头 再苦再累 也好过如今的天各一方 打他没了以后就睡眠不好 抽一宿也睡不着觉 其实一变啊 你看就好像 刚刚一睡着就好像给医院的 都摆大碗 那么一花 横加醒了 完了一点觉都没有 完了就开始掉头 心情很好 这相干我五十一 我要头二手照 这是五十一 五十一 它刚死了 对 刚没 刚没 刚没了 我留个记载 留个记载 一年头发还好 因为我头发特好 因为朋友老线给我头 以前常听人说 一夜白头觉得夸张 如今放在自己身上 张大哥信了 但女儿还小 更何况签的债还得还 张大哥告诉自己 得赶紧振作起来 在天津北京那两年大宗住的地下室 就是那个拿那个背后 肉的衣衣都能赚出水 把肉全都冷 背后冷 妈就给他把子 就是水 妻子走后的十三年里 张大哥南上北下的打工 终于还完了所有的债务 这些年吃得苦挨得累 那就别提了 如今女儿嫁人了 自己也退休了 张大哥觉得 是时候该为自己活一活了 如今再找另一半 张大哥想找个有演员 看着顺眼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身体一定得健康 我带这个度 我说对我下来 我要再找一个病人养的 我得满 我拿死东西 我找树芽上吊 她喝啥意思 啥笨蛋呢 身体健康又同是白城本地人 我们的红娘觉得 于秀云 于姐跟张大哥 还是比较有匹配度的 不知道这条红线 是不是能够签对呢 真的真的 于姐 于姐你好好 我还想听 于秀云57岁 离异白城世人 个体经营 有双宝 商铺房 面积86平米 姐这小屋让你熟识的真心 你还没说吗 原来可不开早餐吗 早餐会儿不开了 也没啥装修 这不像一楼吗 一楼行是能干点啥 这没肯定做 要说屋里这装饰 这摆设 这干净劲 可真是一点不比那装修过的房子差呀 就连厨具上也都被盖上了精美的蕾丝布 一看咱们于姐就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呀 这衣服是我自己做的呀 跟咱俩搭的 不是 这衣服是你自己做的呀 它这衣裤子原来这家有两块 这三角贴到这儿 我看没啥搭的 我自己买块布做上 我把那块 这两块宰下来了 就贴这儿了 我还穿衣服我都自己做 这个 买块布 那都是这样的 这是 往往就 我穿啥都穿的 我喜欢的 这也是我给做的 这也是你做的呀 你看我都不把边儿嘛 夏天的衣服买件多钱呢 我自己做不就什么点了 说话话话话的 要买这个不像样咱穿不好 像样的还挺容易的 习惯捅固 这裁缝活是一方面 二呢 也是因为自己买布料 做的衣服便宜 于姐这勤俭会过的习惯啊 是打年轻时候就有的 我家就开始就做买的 推散了车买粉 那在道具里用啊 你还不知道 完了走小市场 也是穿胡同 蹬一身粉 有时候那家我瘦啊 一百斤 都站起来蹬 没得大劲儿 因为每一分 每一毛挣来的 都是血汗钱 所以那时的余姐 可以说是十分的细性 能省则省 绝不错花一分钱 人家进土豆子的时候 你说过个人挑土豆子 就卖菜都可摘的 别过 我就天天不像现在这样 人家造的 你剥了土豆 你得啥样 那头部都是土 我上万宝 我上胡萝卜岛上粉 那的时候 我一瓶混沌水都没买过 就是我穿着衣服 乱着穿衣服都自己做 完了带钱 说坐过不安全 就在那水箱旁边 就在那捉一宿 能省会过任干 再加上头脑灵活 那些年余姐和丈夫的粉条生意 是越做越大 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远是正来太来 坦途 逃难 这个边地方都上我家上粉的 她妹也都上我那上完粉 她回去也批发 我们是大批发 她属于二批发 家里的生意如日中天 与此同时 乖巧的女儿也出生了 所有的一切呀 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但让余姐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男人有钱就学坏这件事 有一天也会应验到自己丈夫的身上 那孩子小吗 我这不就有这孩子补出去挣钱了吗 他就自己开始卖货 外面女人就 你就不好说了 我有个余婶说 那你有钱得把我的点 男人有钱就学坏了 我不能 他不带的 我就那么自信 他不带的 苦日都跟他过过来的 我不相信不带的 谁说都听不进去 你都不知道 那时的余姐怎么也没想到啊 从苦日子一起走过来的丈夫 会背叛自己 他不能理解 昔日那个爱他疼他的丈夫 怎么就开始挑三拣四 毫无耐性了呢 后来他必须要较劲 说我不敢跟他理工 我说我怕啥 我也没下事 较劲的就像 说不出来 等翻手以后 我也不知道他外面有点 因为叫着一股劲 余姐跟丈夫赌气 协议离了婚 原本啊 她以为这只是夫妻之间的闹闹别扭 回头啊 当丈夫想明白了 也许就回来找自己复婚了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自己等来的却是丈夫 早已出轨的消息 后来别人告诉我 市场有个女的成年军 晚上 我那样整孩子 长不冷 满地生 你不知道分手的时候 都有多苦那次了 早过来就扒一层皮 心得老套 明白 就跟心掏空了一样 眼泪 实在睡不着了 喝两口酒 总失眠 也也受不了啊 能共苦 却未能同甘 对于余姐 这个要奖的女人来说 吃苦受累都没事 唯独背叛 罪是伤人 那女人不跟他过了 骗着我一百万走了 说得也是 不行了 我都告诉他 别给我劝 我都三三年 我告诉我 我说你们好心吧 我领了 我告诉你们不行了 你就别忘记劝了 于姐很坚决地婉拒了 所有前来劝他们 复合的亲友 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这些年 慢慢疗伤的同时 于姐也渐渐地 看开了一些事 想通了一些道理 今天我不少买衣服了 你看昨天又买件衣裳 还我不像原来 那苦了自己了 我不能苦自己了 那我现在想开了 因为这又 这也想开 这昨天也是昨天买 都五十七了 你说 还像原来那会过 干啥呀 也活多大事 再那么活 自己都活得没有价值 曾经的自己 就是因为太节俭 太会过 而放弃了自己的形象 如今的于姐 要把这些都找回来 与此同时 她要找回来的 还有属于自己的 那份幸福 我现在就找个伴 条件再好 你要是合不来 瞅得不碎 再也不再 自己也待不了 像我这人不注重物质 注重是人好 在跟于姐 简单地介绍了 张大哥的情况后 于姐表示 可以见面看看 聊一聊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的红娘 带着于姐 来到了张大哥家 我给两位介绍一下 接口罩 加油 这是余秀云 这是张平坚 我张大哥 没有事儿 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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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坐着坐着 我来 这边也不烦人 长得丑也不是丑 反正就一丑演员 躲那么像你说 一丑就又一丑 丑得挺厉害的 而且不错 挺好的身材 长得挺好 初见第一眼 张大哥对于姐的形象挺满意 但于姐这边 却觉得稍微差了点演员 但毕竟长得好看与否 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还得看人咋样 所以还得再接着往下了解了解 给啥单位推的 我没有单位 我家是说菜事儿的 我原来做生意的 所以你还小时候没做 可以爱上 干哪做生意 可皮花市场 皮花很啥的 那时候市场总来买粉 那时候上粉皮子 那时候大哥上菜 对 那时候给皮花市场了 就是二中去找建立 二中去找一家 对 就二中大千万 一个是早些年拉过菜 一个是同一个市场批发过粉条 俩人说起来也算是半个同行了 就着这个话题 两个人开始唠了起来 拉菜了就走到哪 走辽宁 北镇 送往这两地拉 要出去 跑一趟出去一周 万八的是他 五六千也是他 他赶上赔的时候一整 俩人一整 死了碗也整 也整 也整 先往给收工装一车皮 那个装一车皮菜 拉到海那儿去 有一年就赶海那儿 这个玩啥呢 琵琶市场里清个人 那大烂筋的房子 棚子 知道吗 一个排队 往里头顶 哎呀妈 严调我那菜 都比一车皮 里头汤水 一车皮菜呢 是进去十万多一点吧 等到那儿去 说卖多钱 卖四千多块钱 从那些买卖事上 看就不透 他掌握不着买卖信息那个点 他掌握不着要挣菜 他这里是闯达运 闯达运就是挣下培下的 我要做他买的 我绝对不会赔的 他掌握不着那点 干啥都是 其实住买的就是信息掌握得好 不是信息掌握好 这玩意就这种事 都同样干这个的 都一个都跟鬼子溜 他拉啥他也不告诉你 你拉啥你不告诉他 有时整个一个裤腿 都撒眼着你 我们得掌握信息是低着 我说信息他说不是 就是信息 买卖就是信息 你信息掌握准了 他们就一个点子就没拿到 我要做买卖我都不那么累 我就观察 看准了就弄一下 看不准我溜达 我都不整 于解决着张大哥 在做生意方面 差点意思 虽然现在这个年纪 也不涉及到做买卖了 但他也担心 俩人日后 能不能落到一起去 你在家呆了不干啥了 嗯 去年没干谁到今年能不能干什么 干啥呀 上工地呗 他妈有剩腕的 不是腕的 我咱不能干 他妈有剩下工地呗 我咱们要做饭 给他做饭 做饭 你也得给你三千块钱吗 4千块钱 4千块钱 那也算出师了呗 对呀 因为他顾就顾出师了 对 对 饭店烧烤店都干了 都开了 反正我这是旅站旅干 旅败旅站 我俩四位不是说他做买卖 他正陪跟他都没管 我说的意思是说 我俩四位好像不懂四位 对 我是慢快的人 我俩四位不一致 就比如说想事 可能想不到一起去 就在这边余姐 还在犹豫俩人 是否能喝啪的时候 张大哥那边在屋里 问摄像的一个问题后 便将我们的红娘 单独教会了屋里 张大哥得知 余姐是离异的情况之后 便直接跟咱们的红娘表示 不能接受 但看之前张大哥 对余姐哪哪也都挺满意的 咱一听是离异的 就如此坚决的说不行了呢 我正迈我去这块 这就是一招 我家他们不刚买 那年是五十几了 越是越离异 那人一下就给我散一下 我要我这眼帽特重感觉 就我哪处 你不啥嘛 没啥时候 没红我脸 这就特好 一说笑 帅气 一开始我也说了 我说你看你 你以后能不能跟南方来恢复 我要恢复就把我坑了 给我散一下 我说还是三方 骑士上原来说不能不能 我说你要跟他来同化 我要直到你老跟他联系 我说我就地儿起来就走 你就是对我再好 我可能都不能留在你一眼 然后后来看 老通话了通话 就拉倒 最好恢复我 原来早些年张大哥 触过一个离异的 但是对方却和前夫 藕断丝连 曾经的这段感情 给张大哥伤得不轻昂 所以如今对离异的 已经有心理因应了 但因为之前 我们对于姐和前夫的情况 也有所了解 所以这边红娘决定 再劝劝张大哥 就是说这会儿 我也跟大姐聊 她这个前夫的事 其实她前夫 有回来掌握她 但是就多少人来说 都没有用 就是说我不跟您 就是我跟这人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这完以后古话不说 什么说 死长好离活长满离之 我一旦说了 过几年 三年 五年 八家人家两个人家夫妻之间 还一出来一回复 就没有办法冷起来 尽管红娘努力试图 打开张大哥的心血 但可惜张大哥 还是坚决地说不行 可见之前的她 真是被伤得很深呢 红娘婉转地向于姐 表达了张大哥的想法后 于姐也表示 既然两个人的择偶观 有着如此大的差异 那就别硬往一块凑了 否则以后在一起了 也是个隐患 性别人都想到一起 就是这回事 你俩一想到一起 说到一起 这老子在一起有意思 说话都说到一起去 你说没有共同语言 在一起这时候待着 怎么能够择